咱们再问问他们的恋爱里面 肯定还有好多好乐的事 你再讲几件 说老实话我真不觉得有意思 我们觉得有意思 那行吧 我再讲一件 我从小就是周杰伦的粉丝 他的每一场演唱会我都会去听 然后有一回呢 他来深圳这边开那个演唱会嘛 然后我非常高兴 我花几千块钱买了两张 靠前排的座位 因为出门比较赶 就把票给他了 我说放点包里吧 所以我就觉得比较安全 因为我口袋就是乱七八糟的 我怕等会儿我又掏东西又掉了嘛 到了检票呢呢 一摸他说不好了我票没了 然后我说怎么做到的 不是在包里吗 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丢的 但是丢了就丢了 我当时又想着补偿你嘛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在外面 拿着应援牌 我不是在那儿喊吗 我就喊就丢了就丢了 但是你怎么还反而更生气 大哥当时什么情况啊 我们因为没有进去看成演唱会 我挺失落的 然后我就说那走吧 咱回家看直播去吧 然后呢他就说不行 我们就在场外听 反正场外跟场内没有什么差别 对啊 然后呢 然后我说行了行了 我们赶紧走吧 然后他就举起那个牌子 喊周杰伦 周杰伦 哇 当时全部都在那靠人 在那看我们 看热闹 他是不尴尬 因为他不尴尬 你就是他在意别人眼光 我能不在意吗 我估计他当时心里想的是 我这样一喊 肯定请我进场了 你知道吗 这次失败了 也没有 没哭 你没总结 我觉得要是 当时就哭得一塌糊涂 就进去了 就是你觉得我有问题啊 那我朋友们都觉得 我没有问题啊 他朋友们更离谱 我从来没觉得 蛇鼠一窝 这个词用得这么恰当啊 怎么好像有点骂我的意思 他那些朋友啊 要不就是坑他的 要不就是骗他的 要不就是跟他一个脑回路的 他有个朋友 非要拉他去投资一个什么养鸡场 他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投 然后就把我们 那几年攒的钱 全部都搭进去了 是吧 哎呀 你怎么现在不觉得有道理了 你当时不是很有道理吗 对啊 就是感觉他跟我说了 他以前投了什么都挺赚的嘛 然后我也看那个小鸡那么可爱 长大了一定很好吃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你这次去上海 是你的一个朋友说的 在上海发展的不错是吧 没错 点到点上了 就是 他老是被 他老是被他的这些朋友 就说啥 他就听啥 他应该在现实生活当中 除了脑回路那个 其实还应该是一个挺可爱的女孩 对吧 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跟他好这么多年 对不对 小大 那倒是吧 就是 就 他其实思想很单纯 就有的时候这些单纯呢 会让我觉得很痛苦 你举个例子 那我就再说一件事 还真有啊 那太多了嘛 那这生活中一眼望去 全是这种事情 有一回我们去 蒸蒸湾那边骑车 路上没什么人 他就老是骑着那单车就撞我 我真的还是撞你啊 你不觉得情侣之间 就避来避去 不是挺有意思吗 对 然后就直接把我干进医院了 这么厉害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摔了一跤嘛 然后呢 我腿上稍微擦破了点皮 然后我一看 就破了点皮嘛 可是我觉得都流血了呀 你肯定要去看一下 不然到时候万一发炎了 截肢哎 就破伤风啊 你没有尝试 我从小到大摔了几百次胶了 哎呀我每次都往医院跑 我家还不破产啊 他就非得带我去医院嘛 然后我到了医院呢 他就很着急去找那医生 医生 医生救人呢 那医生就 姑娘姑娘患者在哪呢 然后他就一直我 然后我就站在那 那个医生就过来 看了一眼就说 你这伤势啊 你就消消毒就好了 就给我擦了点那些什么 酒精啊啥的 就让我走 他不行 他说不行医生 你这得给他包扎上 然后呢就给我包上腿 然后包了之后呢 他还不给我拆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 很热嘛 然后我就老担心 这个腿啊 就老捂着在那不好嘛 但他就死都不给我拆 好多天之后 你自己拆啊 我要拆他就跟我急啊 如果我说的没有道理 那医生会给你包吗 他既然给你包了 就有他的道理啊 他的道理可能是有点怕你吧 而且 这个肯定特别好啊 而且你那个时候 你发炎了 你总好过解释 我就是这么觉得了嘛 然后捂了几天之后呢 一拆好了伤口发炎了 我又去了趟医院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你那个那又怎么样 为什么不能说大点呢 好像显得你很理亏是吧 你觉得理亏了吗 没有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他平时就 就他自己错了 他说对啊 我就是错了 怎么了 没有 挺可爱的 有